今年年很夯的电子衣橱 其实在台风天询问度也大增 如果外出一趟全身湿哒哒的话 尤其鞋子湿掉 也可以把它脱下来 是直接放进去 它不仅可以除臭 还可以同时烘干 拉开电子衣橱 衣架处不断抖动 目的就是要抖掉灰尘 地层还设有蒸汽设备 杀剧减少异味 就连烘干装置也没缺席 衣服 安全帽 鞋子 统统丢进去 隔天就能拿出来 坏人一心 现在多工人家店真的蛮多的 贴身的东西能够干燥一点的话 这个是我觉得我会 我会需要这样子的东西 要送给人家处理 还是要等到干 那个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电子衣橱等等都还蛮方便的 台风接力席台 雨室一阵一阵 许内的电气盏也出现人潮 尤其烘鞋相关家电成为焦点 其中更有一款除湿机 设有烘鞋功能 装上特制的Y字型配件 就可以把进水的鞋子快速复原 另外还有许多干衣机都加装烘鞋架 纵使外头雨下的滴滴答答 也不用怕 回家用这些家电就能变干爽 因为下雨天比较多的关系 消费者他们在烘衣 烘鞋这些需求大增 在最近的一个买气来讲 大概增加了四成左右 还有电商推出一次可以烘两双鞋的商品 温控避免损坏 在台风天 轰鞋需求大增之下 以连带炒热相关商机 TVBS新闻 往新唐刘萱 台北冲破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